我们把小白衣的上部和下部已经说完了 现在呢 接着说去小白衣 在下部小白衣的时候 我们讲述了小白衣众为弟兄正在面临着层层的艰难 现在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叫 福不双将祸不单行 这句话正是对小白衣弟兄最终处境的一个写照 现在说弟兄三个人同时奉旨完婚 远英时常清花音平 就在大家共庆喜堂的时候 结果来了一个刺客 三个新娘被害死俩 盖娇娘投毒致死 刘秀香被人杀死 一时间就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转变 喜堂变成灵堂 喜事变成丧事 红事变成白事 初初进见原来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 转瞬间就都带着悲伤 躺上躺下 原来是花唐锦族张灯皆彩 一砖眼是院里院外一片悲哀 一片阴摆 原在里边打一个灵棚 灵棚下边停着两口白茶的棺材 棺材前面放着供多 上面点人的蜡灯还有芝麻香割 光这个还不说 偏偏在这个时候 皇帝降临到圣旨 说在监狱里边再压的两个最重要的对拜 一个是原藏军山的大寨主 他叫盖世英 另一个是焦之国的头号国际间谍 叫玛雅里 这么两个重要的罪犯越遇潜逃 当然他们两个人的逃跑肯定有人内外配合 谁配合的 找不着 人已经走 皇帝降举 让小蚂蚁弟兄 在这一段的时间内要把这两个逃犯捉拿归案 你说这不是给这小蚂蚁弟兄又加了一层思想上的压力吗 这个圣旨刚刚穿完 小蚂蚁弟兄还没怎么缓过劲来呢 门口外边有人报 说原来藏军山大寨主盖世英 到这儿给他女儿吊笑了 众位弟兄一听得盖世英好大胆子 刚从监狱里边越遇潜逃 他竟敢倒着来吊笑 让他进来吧 小蚂蚁弟兄也想到盖世英吊笑进了这个状元府 究竟是拿着还叫不拿着 谁也拿不了个准主意 这又给小蚂蚁弟兄增加了一层压力 这个正是所谓是火上浇油 雪上加霜 粗子脑袋上又长霜 这些弟兄们就把这盖世英给接进来 盖世英身上是寸铁不带 进来之后就先打听他自己女儿的灵灸 听在那 当他来到棺材前面的时候 招出把这棺材盖给打开 小蚂蚁重为弟兄把棺材盖给他打开之后 盖世英手扶着棺材 看着自己女儿的遗体是放声大呼 老泪纵横气不成声 盖世英跟盖世英这妇女感情跟一般人不一样 别看这不是她亲生自养的 但是要比亲生自养的还要尽密 盖世英跟盖世英可以说是历尽的人间坎坷 今天盖世英看自己女儿倒在了棺材里头 这叫白法人送黑法人了 盖世英是由衷的发出了一片悲痛 盖世英哭完了之后 他说自己的女儿是被小蚂蚁的门人给害 阮英当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了 阮英就跟盖世英做解释 说是在东方花竹叶的时候 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 他被在饭里边投了毒 使盖娇娘致死 盖世英就说那不对 我有朋友见证 阮英说谁是你的朋友 盖世英说西京哥 阮英说西京哥我们没看着 我们就看见一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 盖世英说西京哥上你们这来了 但是盖世英就这一句话 就等于给阮英提了醒了 阮英的脑子里边突然就换了几个个 阮英提醒西京哥 莫不是这个白胡子老头 就是那西京哥化妆装扮的 根据他那个身材 根据他那个行动的敏捷劲 他可真像西京哥 哦 我明白了 肯定就是西京哥 但是现在跟盖世英没法解释 最后阮英就跟盖世英讲了 说盖世英这样 这盖世英是您的女儿 是我的嫂子 她已经嫁给谁长青了 就是现在她的灵鹫 抬出去埋 将来得埋到老实际祖坟里 我们有这种关系 我们不会害我的嫂子 将来我把害她的这个杀人凶手抓住之后 我一定要请盖世英 亲自来看看 到底是谁 盖世英一听到这里 觉得这件事情很复杂 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算了 所以盖世英止住了哭声 他一转身 看了他站在两旁边的小巴一的弟兄 盖世英就说了 外娘 我的女儿 我已经哭完了 她是我在人世上最后一个亲人 她说 是盖某 生而无趣 大概你们也知道 我是从监狱里边被人救出来 越狱潜逃的罪伴 可能现在官府之中正在捉拿我 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接到了你们上级的命令 也在捉拿我呀 我知道 我到你们状元府来 这无异于闯进了龙潭的虎穴 但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 第一 我的女儿 我必须要见你见 第二 我盖世英还相信 你们小巴一众位弟兄 还是讲义气的 事到如今 我这一看 明不去传 小巴一弟兄 果然够想义气的 你们能够让我 哭掉一番骨的女儿 我已经是胆恩待得了 我女儿哭完了 该我浑身上下 亲切未来 你们如果 要想把我抓下来去行宫 尽情钟柔 我盖世英冲着你们小巴一 能给我这么个面子 我也让你们立一次功 请把绳索拿来 盖世英一转身 道歉二臂 等着 放 他一说这话 唐贤牛在旁边一同昭顺 快打 下命令吧 千代南方的好机会呀 上门的买卖不得不做 听见没有 跑了俩来了一个 那个是闻的这个还是捂的 把那好抓抓这不好抓 快把他绑上 周树一扒了他 三哥 你忙什么 听远英的 听他的 好好当关键时还没主意 这咱们都能妄动 远英看了看盖世英的背影 哈哈哈哈 看这种 你把我们小八一弟兄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虽然你是越狱潜逃的罪犯 但是 倒在棺材里的盖手娘 那是我嫂子 我嫂子为我们小八一弟兄可出过不少的力 立过不少的功呢 不看你的面子 我们得看这死人的面子 今天 你到这来了 哭你的女儿 这是人之常情 我们应该让你来哭 哭完了 如果我们要拿出绳索来 把盖世英的身份缩网 送到当关在天的监狱里面去 那我们对不住我嫂子 盖世英 既然我们把您迎进来了 还会把你送出去 尽请放心 要拿你 也不是在今天 如果在今天我们小八一弟兄把你绑上 会让天下人吃掉我们 因为盖世主浑身上下 寸铁未来 这说明盖世主有本事 盖世主 如果有什么事要让我做的 尽情讲出来 没有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送盖世主 出我们的壮元国 万一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他都给牛仔旁边 把他嘴咧得像蛤蟆一样 他看着周顺 一想 哎 他要讲义气 瞧见没有 这要把他放出去 这可是放虎归山啊 但是唐给牛到这个时候 还不敢多说话 若盈一说这话 盖心一听 哦 铁一吼 照你这说 你要允许我出你的壮元服吗 对 好 如此说来盖谋 我大队也 多谢了 告辞 说的话盖心脉不忘了就走 他刚走出两三步来 乱婴说一声 什么 什么 听一吼 你后悔了 何时我后悔了 盖家主 有句话咱得说清楚 今天 你到这儿来 是给你的女儿调笑 念在盖九娘的身份情面上 我们不抓你 不拿你 可有一样 盖家主 要犹打我们状元服这出去之后 您可得多加小心 如果出了我们的状元服 再让我们弟兄碰着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哦 盖心就好 远英 盖某 今日从你的状元服大门走去 如果你们再能把我抓拿归难 我盖心辞而无怨 好 两个人 给盖家主 闪到 远英 你说这句话 两个人一哗了一下 就闪开了一条 冲动 盖石英 不慌不忙 卖帆布 就奔状元服的大门走过来 小巴一众位弟兄 随后跟着他 一直把他送着 走出了状元服的大门 盖石英出了状元服的大门了 这些众位弟兄 眼瞅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大街上 春流不息的人群之中 盖石英走远了 这功夫 藏着牛仔旁边念声音 哎 今儿个咱这是鸿门宴 咱们呢 就是项羽 人家就是刘邦 刘邦这回走了 项羽最后啊 也就得倒了煤了 卫羽一回头 孙宫 您你说什么话 说什么话呀 这盖石英好容易到这儿了 一块肉进了嘴了 能把它偷出去 应该这么做吗 我说猴啊 你这个猴啊 我看了 你现在虽然当了官了 你不是那块鸟 你那个心啊 还在野蟒穿呢 你还是陆林种人 你还跟他讲义气 像这样的 跟他讲什么义气 放虎归山 回头被人伤人 他没好 哎 反正这三哥呀 竟说废话 因为我说的话不好齿 行啊 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反正皇上降了指了 让咱们抓 咱们可哪抓抓不着 人家送上门来 你还把他放好 你说这要不是吃错了药 那就是有病 三哥 少要不受 你懂得什么 如果把他抓住之后 对的是我嫂子 哎 可也是 也是那个灵 小八一众位弟兄 在这大门口正想转身 要回去的工作 忽然间发现 从那大街上 走来一个人 这个人往前走着 一心两心的老百姓 都对这个人关注 大家就我都看着 哎 这也不是 哎 可说的 老百姓 可能是发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 小八一弟兄 也注目观瞧 哎呦 一看顺着大街 走来一个人 这个人果然一个人 欲重不同 走了一个和尚 这和尚 上中整个 身体特别的苦用 四方块身形 这和尚 一张四方脸 铁青色 他脸上这个肌肉 长得欲重不同 那叫板块式肌肉 怎么还有板块式肌肉 就他这个脸的肉啊 就好像都是一块一块的 塞到那个脸皮底下了 本来呀 塞不了那么老些 愣给他怼进去了 所以显得这肉 都嘎嘎溜秋的 墙在里边挤着 两头掃子眉毛 一双大火眼 湿的鼻子大嘴叉 这两个眼睛 击得咕噜雷魂乱怪 真想穿着一身青森衣 脚下蹬着三斜 他这个不算奇怪 令人感到奇怪的 众人看着 都有点瞠目结舌的 就是这和尚身背后 背着一个东西 把大火都震了 背着个什么 背着一个大升铁符 这铁符要转掉到地下 比这和尚还能高一大块 空心的 但那铁厚度够 就这大铁符 你就看那个分量 出有一千斤以上的 这铁符 他拿大铁 练得那么绕着 在这肩膀子 两层们背着 背着这么一个 大铁符 就在街上们走 你说这老百姓 能不看吗 大路上 好大镜头啊 怎么把这佛爷从庙里 给背出来了 这碗是铁的 铁的 你看那铁的 你看那脚底下往地下踩 都踩进一块下 他背着个铁符来到这 状元府的门口外头 这和尚把这脚步 就停住 铁锁 练着往前 一巴巴 就逛 这大铁符 蹭 斜着 就放到 状元府的门口了 然后这和尚 走两步 来到跟前 双手 合斥 弥陀佛 请问 这是状元府吗 软英说是啊 你来干什么 贫僧 特来 化圆 小白衣中尾弟兄 刚刚送走了 盖世英 在他状元府的门口 来了一和尚 这和尚 背了一个生铁符 走到门口这 就把这生铁符 堵着门 把这佛像去扔那 然后冲着 小白衣的弟兄 双手合之念了一声 弥陀佛 贫僧 特来到此 化圆 他一说这句话 唐铁牛在旁边 跟周顺 就小声嘀咕 你知道怎么回事 在和尚 他那庙里 闹地震 准是把那庙 给震塌了 这佛像 没劲放 他背这玩意 到这儿化圆 要重修庙玉 唐铁牛 说的这几句话 软英听着 软英觉得 唐铁牛说的 也不无道理 所以软英就说了 和尚 既然你到此化圆 化什么 想必是要用银子钱了 来呀 给他拿二十两银子 旁边有人就递过二十两银子来 软英把这二十两银子 揭在手中 一颠 师父 这二十两银子 给您 算作我们弟兄 一份相怨 和尚没接 米土 师父 平松 不化银梁 嗯 软英一听 怎么不化银梁 没听说 和尚化圆 且钱不要他 和尚 那你化什么 你要化 两米 贫僧 不化 两米 那你要化衣服 贫僧 也不化 衣服 那你到底要化什么呢 弥陀佛 善哉善哉 师父 请问您 尊姓大名 这公软英 把这二十两银子 就交给手下丛人 软英开始 对这个和尚 有点注意了 你问我呀 我姓软明英 哦 久仰久仰 那这话 跟软英你说 就正对了 贫僧 今日到此 特意要化你 状元 佛里 这一具 尸首 什么 软英 已经干脆 你猴眼 就这么暖了 你这和尚化圆 要化我们 状元 佛里面 一具尸首 你也知道 我们状元 佛里面 死了人了 这是成心 气我呀 啊 班长 化什么尸首 据贫僧所知 庄元府的院中 现在请着两具女尸 其中有一具女尸 生前她的名字 叫盖娇娘 贫僧就要化 盖娇娘的尸身 你是谁 贫僧 买是出家僧人 法号 法远 仁僧外号 生铁佛 他们的牛仔旁边 一听她买了个孙子 她叫生铁佛 她不一定 让谁有生铁佛呢 怎么她跟她一个名啊 哎呦 他们的牛心想 这事怪啊 知道我们这院里 死人了 她的话死心 阮婴这里又心想 这和尚有来路 不然的话 为什么提出要化一具女尸 阮婴想到这里 她心中烦 耳朵不着急 和尚 我问你 你化盖娇娘的尸首 为什么要化她的尸首呢 你跟盖娇娘认识吗 啊 有什么理由来化她的尸首 师主 有所不知 盖娇婴的父亲 与我默逆之交 他曾经拜托贫僧 到此化取他女儿的尸首 他父亲想要单独给他发丧出遍 他父亲是谁你知道吗 他父亲叫盖世英 正是盖世英和我是朋友 乱婴说不对 我刚把盖娇婴送走 盖世英往这掉下来了 他可从来没跟我们弟兄说过 要盖娇娘的尸首 哎 师主有所不知 这是前两天 他跟我亲自讲的 他自己当着你们的面 莫我开着说 所以拜托贫僧 到此化求 本应是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痛痛快快的给你两个字 不行 米托贫僧 那盖娇娘乃是盖世英的女儿 她女儿死了 她父亲要她的尸首 你们因何不给呢 盖娇娘那是我嫂子 是我们小巴以地中的人 怎么给你们呢 师主 这尸首 您是给还是不给呀 呀 乱婴一起好啊 和尚 你敢跑庄严府门口 逮阵 跟我们较劲 我要不给你 能怎么的 袁英说 我就是不给 你能怎么样 师主 如果你要不给这句尸首 贫僧就在你的壮元寺门前 守着这尊生铁佛 我天天给你们念枣头经 念到一百斤 我才离去 唐贫僧在旁边一听 这家伙可太损了 你说他要在咱们 壮元寺门口 天天守这么个生铁佛 在那念枣头经 他嘴里边当过的 什么玩意儿 咱也不知道 老百姓在旬的 这佛也搬家 挪咱这儿来了 再都跑这儿烧香来 你说站着大牌 把壮元寺门口这一堵 咱这不是壮元寺 咱这儿改个大佛色了 周顺说 桑哥你少说两句不行 不是这事 我不得不担心哪 不然猴啊 这可不行 他得不得祈祷 乱元寺那猴脸 早已经拉长了 班长 你在我壮元寺门墙 敢念一百天的早头经 我马上派人把你拧走 我看你赶紧练 一千都不让你呆 哈哈哈哈哈哈 阮阳 你让贫僧我走 这也不难 我马上就可以走 不过 这得有一个条件 你来看 这次生血佛 这次生血佛 我就撂在你们壮元寺的门口外 如果你们壮元寺中人 任何一个人出来 三人一够 能把这生血佛搬下来 抱着走出去三十步挪的地方 贫僧我立即就走 和尚把这句话说出来之后 阮阳一听 心里明白了 先想这和尚 不是真正的和尚 真正的和尚 哪有欧色气的 啊 这肯定是个武林中人 陆林强啊 如果说他是和尚的话 那也是个假冒伪劣的和尚 阮阳想看来 这是跟我们较劲的 看他有没有人 把这生血佛给搬走了的 阮阳一瞧这生血佛 心想这佛爷 我可搬不动 论清功无异行 搬这玩意 那得是我大哥二哥 能行不能行 还得两说 但是阮阳这嘴不能说 哦 发展 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啊 我们小白夜级兄里边找出一个人 那随便就可以把你的铁缝给你搬走 你信不信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 哎呀猴威 你可真会吹 我估计了咱们哥几个 谁也搬不走的 但是唐铁牛呢 他心里不在转个 他在想 这样还谁能搬走呢 啊 正在唐铁牛心里边转个的时候 旁边就已经不服输了 二爷恐伤就过来 我来了 我来 孔二爷有一个最大特点 就是洗脸盆扎猛子 不知深险 始终不知道自我吃几碗干饭 什么事 明明他必然失败 才得照亮照亮 孔二爷就过来了 伸手他就搬这佛 这佛呀 咱说了 刚才他们一亮的时候 就是歪着 这么一歪着呢 把地砸进一块钱 这本子翘子这个底座 孔生来到这之后 这手一搬这个 这手一搭这佛的肩膀 哎呀 他这一帮鼓脏了 那佛呀 躺下了 佛呀这一躺下 和尚在旁边漏了 哈哈哈哈哈哈 别说你搬起来 你连搬动都没搬动 就这样也是你们 小八一弟兄中人吗 头在旁边这个脸 当时肯就有点挂不住了 闻音心想 孔哥哥 不行你瞎照亮什么呀 啊 整这功夫 玉石销过来 玉石销忘了 一上帝公子 唐铁牛在旁边 他就想出炉业 乐宝在他身边 告诉乐宝 那么 快打上后吧 把孟春达给我炒来 唐铁牛有个大厨的呀 傻子个儿孟春达 唐铁牛心想办这事 大概只有孟春达了 那小子是力大无穷 现在他没出来 这乐宝转身心就奔后院 孟春达干嘛呢 吃饱了没事 倒在床上放窗条 睡大觉 那是憨声诸雷 那呼噜打的比别人 都高想出两倍半 一口气喷出去 把房间的踏灰吹的往下支掉 孟春达的人就这么个特点 除了练武艺 再就吃饭 吃完饭没事 再就睡觉 别的事从来不操心 因为有别人替他操心了 别人安排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最宠上的就是自己的老师 唐铁牛 乐宝倒着就把孟春达给捅不起了 孟春达一本 快点 师父叫你呢 门口出事了 等着你出力 好 好 行 出什么事 谁来了 谁来了 杠有一个盒子 悲伤起火来 咱们谁也搬不动 住灯里就搬了 你去吧 孟春达迷迷登登的 就出了状元府的大门 他来到大门那一站 这个工作 大爷御师萧啊 没搬动 他比孟春还能强点 搬着这个升铁服使得挺大的劲 骑马蹬当 是咔的一样的 这升铁服真抱得离了地儿 但是没走半步 东又扔那 这升铁服一扔呢 大爷御师萧 这连也紫了 原来是黑的一家红 俩小一套他就死了 御师萧没辙了 阮鹰在那儿呢 还跟人家说呢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头两个阵阵阵阵试试 自然有搬你这东西的人 正说这句话的时候 孟春达出来 说 什么事 看着你 一看孟春达 就好像掉到水里边 看见船一样 哎哟 重点 来来来来 看这玩意儿吗 他给咱们爷们堵这门口扔这儿 咱让他给拿走吧 他不给拿 他得让咱们的人拿 我看就在你干这事儿 给他搬到旁边去 挪出个二三十五元 行不行 咱们的牛拽拽的过来 来到这和尚跟前 我说你家法园是吧 总是法园 是呀 你觉得我们小白衣的院里边 都是压满着蹲头装饭的布袋 整天就光会吃饭喝酒是吧 那你就看错了 真正的英雄都不跟你奥这样的戏 你瞧这个没有 这我大徒弟 他叫孟春达 吃年呆傻那么一个人 这是我们的小白衣弟兄里边 最没能的那个 我看这活就让他干就行 不就一个人把他搬走吗 让他搬一个钱 你瞧瞧 哎 过去 给他搬了 孟春达两步就过来 哎 这个 他一周这个佛爷脑袋 把这佛爷给揪起来 揪起来之后 这佛爷身上里面的铁链子 咱说刚才的和尚 他就把这铁链子背起来 孟春达一抓着铁链子 滑梯 滑了 滑了起来 他把这铁服滑了起来之后 一不慌 二不忙 自个儿哼了 走出有三十多步 断 把这佛又歪着 又扔到那 断了一下子往那一扔 这哥们汤铁牛 摆旁边摆腰一掐 把这蛤蟆嘴一脸 得意 看了看孟森达 又瞧了瞧 升铁佛法远 看见没有 怎么样 给你挪开了吧 是不是你也该 小孩拉屎挪挪了 法远一听 法远心里面也佩服 那你想 这个大哥这个真有劲啊 他为什么外号叫升铁佛呀 就因为他悲动的升铁佛 谁也做不到这一年 可是外面没有想到今天这孟森达做到了 所以这升铁佛法远在心里面觉得很便宜 他看了看 好 冲着这个大哥能把这升铁佛给我搬到旁边 我配合你的力气 不过 贫僧打算跟他较量较量 你的真功夫 你敢跟贫僧比试吗 汤铁牛在旁边一天黑 他还挡着鼻子上脸了 他要比试比试 汤铁牛心想 比试啊 别看你这和尚可能是有两下子 但是真要动起手来 你未必打击过孟森达 汤铁牛知道孟森达 那是先天性的力气打 那不是后练的 孟森达那个力气 保证能够上这盒子 所以汤铁牛没说话 孟森达自然就打枪 好 怎么比试 这样吧 咱们两个人一对三拳打走了算数 行 咱就一对三拳 谁先打谁 你先打我 说着话 这和尚起码尊当是孟森一战 让孟森达打 孟森达把这拳子 一个就小砂锅 已经罩着的那个肚子上 棒 就一拳头 一拳头这和尚没动 两拳头这和尚也没动 三拳头这和尚还是奔瓷不动 汤铁牛在旁边一看坏菜了 这和尚是内气功 和尚法远放在状元府门口的这生铁服 被孟森达给搬走了 法远脸上有点挂不住 他提出来要跟孟森达 两人比试功夫 这个比试方法很简单 一对三拳打倒了算数 两人就一比试开始 孟森达先打这法远 紧接着帮帮帮三拳头 这和尚法远 骑马敦当是 这就站着 孟森达三拳打完 温丝没动 他这一不动 孟森达没觉得怎么样 旁边的藏铁牛他犯了核心 藏铁牛心里明白 藏铁牛在武林之中 那也是混了这么多年了 各门各派的功夫他都见过 藏铁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啊 一敲和尚让孟森达打了三拳都没动 藏铁牛认定 这小子有内气功 他知道孟森达不会气功 孟森达就是前程的力气大 藏铁牛马上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换过来就得和尚打孟森达 孟森达不会气功 和尚会气功 这孟森达是非得吃亏不够 藏铁牛别看这当老师的 企图的想的比较全面 当晃过来和尚要打孟森达的时候 唐铁牛先说 且慢 先等会儿 我得告诉我徒弟两招 他对付你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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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森达过来 怎么弄 唐铁牛趴到孟森达的耳根台这 说的什么玩意儿谁也听不清 他这么一边说孟森达还一极只点头 说完了 开始吧 这和尚也纳闷 他跟他说的什么呀 和尚心里面还犯和尚 可能人这边保密不能往外讲 孟森达等一转 哎 你来吧 往这打吧 和尚心想 别跟这大哥的有力气 我料定他没有气功 这和尚站着自个就运成气 叫动单天气 用粉全身力 他把这内气功就调动起来 全用到这一只胳膊上 和尚往下 一个进步 嗨 登登登登 孟森达跟进 巴 这一拳都打出去 带着风声 可以护着吹哭拉球 正打到孟森达的肚子上 这一拳都打上 孟森达忘后倒退了十几步 登登登登登 咋了 哎 没倒 伸olds 打倒算出吗 没倒是吗 和尚心想 第一拳 我就把你打得倒退了十几步 第二拳你就完了 和尚又往前一进步 late 第二拳打着就可孟森达的 叮叮叮叮叮叮 πολ 他往后这一靠 正靠到状元祖 这院墙上 这院墙把他给挡住了 挡住他站着呢 嘿嘿嘿 没倒 还有一下 和尚心想还有一下 按说 我应该提出要求 你已经靠到墙上了 这下我怎么也把你打不倒 但是和尚 这时候心里比较阴暗 他想到 你靠着这个坚实的院墙上 那更好 我这第三拳 你不是不倒吗 我不要你倒了 第三拳 我用你上下都冒了 你命就没了 和尚心想 你们他想到这一招 好 你就在这站住 等着我的第三拳 孟吞达问 好 来不 小大医众位弟兄在旁边瞅着 都替孟春达捏一把汗 石长青在旁边就说 三哥 这冲达不行啊 他后边靠那墙 合着再咋子 别擦着 哇 这里边面兽记忆了 啊啊啊 怎么面兽记忆 大伙谁也不知道 这一拳合动 把这拳都活动活动 嗯 弥陀佛 上去就一拳头 他这一拳打出来啊 没打上孟春达 为什么 孟春达是个大哥 比一般的高位都得高飞去脑子去 他背靠着状元府 他这个院墙 看着合着拳头往这一打 这个部位就在他小府这 孟春达孟起一坐深 蹭 蹦 正坐在这个院墙的墙头上 他一坐在这墙头上 合着这拳头就打空了 拳头打空了 合着那拳头可收不回去了 这拳头直接的就 处在那个状元府的院墙上了 状元府的院墙 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的土围子 那是磨砖对方的墙 非常结实 正因为和尚是硬气功 那也真有功夫 这一拳头打到那院墙 把砖 愣给打凑了三块 砖打凑了三块 那砖没掉 他的拳头还储进去 这拳头一储进去 就把和尚一晃 这一晃和尚这么一愣 就在这一瞬间 他身上的气功 可就卸了尽了 因为和尚也纳闷 他没想到这个傻大哥子 还有这么个心眼 往上一动的下子 屁股坐在枪头上 和尚一愣个功夫 这孟春达忧胆的枪头上 俩手一步的枪头 整个的屁股他坐下来 孟春达那体重 比一般人都重一倍 还管发人家 这屁股坐在地方也是地方 正坐在关节上 咔 和尚气功也卸了心了 所以说这屁股也下来了 坐在关节上 把这胳膊给坐舌了 咔了一下 这和尚就熟一种 这公子全都要出来 全都要出来 这胳膊抬不起来 弥陀佛 他每年在旁边一看 对不起 那胳膊怎么样 和尚这点脸 就说不出是什么眼神 可是我的这胳膊 好 小巴一弟兄 咱们轻身不改路飞昌牛 后悔有期 我这胳膊里和尚就走 唐天天在后边摆腰一下 钱就没上来串门啊 和尚心想哈小子 这汤错得你损透了 到这时候你给我念山音 把和尚这一下子打走 孟春达这几下子 这都是唐天牛告诉的 唐天牛根据 府门外边的一个地形 这个条件 琢磨出这么一个掷敌的方法 孟春达一转身过的 师父里的这小看怎么用 他现在是我大厨的 就这么干 众位弟兄一看就合着走软了 小巴一弟兄 腰打府门外 回转到客厅 回到客厅里边转移就说了 看见没有 这个生铁佛法远 肯定也是陆林中人 必然是跟藏群山这些强盗 他们有来嘛 这个法远 我倒觉得不在话想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西津哥 也就是那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 我们怎么能想办法 把这西津哥能生情活捉呢 拿住了西津哥之后 一是可以给亡人寄灵 在一个可以洗清我们弟兄的清白呀 他那年转移就说了 西津哥那显得那这个飞贼 高来高去 说不上在哪待着 往哪找他去 你也不知道他住哪 远英说 众位弟兄 咱们谁有什么志谋 尽情说出来 现在 是大家伙出主意的时候 于是弟兄们 他就乱相相 有的说这么办 觉得不可行 有的说那么办 也不可行 咱们得牛最后在旁边说呢 我有个宅 但是就怕 你们不让他们干 远英说三哥 您说 什么着 这个钓鱼啊 他得高点鱼神 那鱼他得能上钩 那就香饵 咱们撒个香饵 引他上钩不行吗 远英说行啊 现在什么样的香饵 能把这西津哥给引出来呢 有 咱们想把一弟兄 这院里边就有 从那里说 别动圈子 到底是什么香饵 什么香饵啊 西津哥对咱们小八仪 弟兄这院子里面的人 你这对谁最感兴趣吗 对谁 就是对花云平的媳妇 我弟妹 陈青秋感兴趣 记得当年在苍军山吗 陈青秋曾经上山中去 这西津哥 那就好像蝴蝶 那就好像蝴蝶 见了花 苍蝇 见了血一样 跟着陈青秋身旁 左近来回之转悠 老想把陈青秋 弄到手 结果呢 始终是赖喊 想吃天鹅肉 眼上着够不着 这回 哥三个接迁 死了两个新娘子 就剩陈青秋 都没死 知道为什么吗 这说明西津哥 对陈青秋 还有那么一丁点的 那个 啊 叶子 我看如果说 要让我弟妹出去 作为乡儿 在外面晃荡着 说不定哪天 这西津哥 他就落了面了 这西津哥 如果一落面 见到我弟妹 我弟妹 再给他略施 一个美人计 引他闪钩 最后就能把他 给阶住 不过 大白子说这话 该上嘴 哎 你们说的注意怎么样 汤血牛说完 这番话之后 中国弟兄 谁也没言语 尤其是花云平 只坚决的 反对太队 花云平心想 嗯 你让我老婆的当乡儿 哦 就勾引西津哥 让我老婆的跟那西津哥定美人计 是我老婆有功夫 有本事 可是西津哥的本事也不低 万一他们两个真要碰上 我老婆的勾引他 把他拿又拿不住 要是我老婆被他 那后果就不开设想了 花云平三哥 这个事不可取 不能这么办 哎 我不说嘛 我就那么说说 你们看可取就办 不可取就拉倒 可是出乎人们的意愣之外 陈青秋在旁边说话 三哥 我看这事行 陈青秋为什么这么说话 自从盖娇娘刘秀湘这两个人死了之后 陈青秋几夜没睡觉 陈青秋跟盖娇娘 那真是情同手足的姐妹 盖娇娘累死 就好像陈青秋三魂走的一魂一样 几天来一直打不起精神 做梦也梦见盖娇娘 醒着打鼓也看见盖娇娘 陈青秋恨不能一时抓住刺杀盖娇娘的凶犯 把她一刀置于非命 可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今天已经听谈娇牛说出这番话来 陈青秋所以主动的就说 我可以去 三哥 我情愿出去做幼儿 我引他上钩 不过三哥你得告诉我 我这个幼儿怎么做呢 他怎么能看得见我呢 又怎么能上钩呢 弟妹 如果是你本身 真要有这个意思的话呢 这是好办 弟妹 我记得当初 你不是会算卦吗 你老在大街上摆个卦摊 给过往行人算卦占卜 你就还干这个旧行业 重操旧业 你就到东京变良城变和尚 红桥旁那个最热闹的市场那摆个卦摊 你就得把那卦摊一摆 我敢断言 少者三天 多者五日 最多最多 不过七天 这西津哥他准处来 他要在你的卦摊面前一出现 他非跟你搭话不可 他要跟你一搭话 一问你为什么在这摆卦摊 你就跟他这么说 这么说 然后再这么说 西津哥必然相信 他要一相信 必然跟着你走 上你的圈套 混搭罢了 不上你的圈套 你就跟他动手 你要真的跟他动手 我估摸着你这个功夫 大概不能把他生情活捉 我想起一条了呀 弟妹 你不是兜里边会的迷婚帕吗 你把那迷婚帕拿出来 站着上风头冲他一抖喽 他打打踢了 往下一躺 生存缩绑 你就把他递了回来了 这不就结了吗 远英在旁边一听话 三哥 这可是一厢情愿的事 你设想的挺好 那西津哥就准能来吧 我姑妹他准能来 这西津哥他没出动静变凉 他不能跟咱们地形善罚甘休 如果他在街面转 一看见我弟妹 他就非上手 搭话不可 远英说 这就在考虑考虑 陈青秋 同意 站起来 三哥 这怎么办吧 我答应了 明天开始 我就上汴梁城红桥下 我去买包摊 哈 弟妹那你心口烂 华云平在旁边说 青秋 那你能行吗 放心吧 我不会落在他手里的 陈青秋这一夜 没睡好觉 自己想着各种方案 万一这样怎么办 万一那样怎么办 最坏处的打算 他都想到 第二天早晨起来 陈青秋重新画了一分装 还想过去 他得接上摆卦谈那个样子 身上穿了一身豆青色的灶袍 腰中系着 鹅黄色的丝韬 从下蹬着水袜云鞋 挽着一个清水的抓紧 净水脸 不擦烟的布抹粉 倒在汴梁城红桥下 租了一个店铺 摆了一个桌子 他就在这算上挖了 陈青秋在那一算挂 你还别说 由于这算挂的 长得太漂亮 往这算挂的人还真不少 不管灵不灵的 这桌子前面 老围着这么十了个人 陈青秋算挂是假 隐于上钩是真的 一天过去了 没见徐晶哥 两天过去 没见 三天过去 还没见 一直等到五天 还没见 陈青秋心想 三哥这主意啊 不灵 陈青秋装扮成一个道姑 在汴梁城红桥下 摆摊算卦 这是唐铁牛跟软英 弟兄几个人 商量定的一条 引蛇出动 引于上钩的计策 按照他们 与先的设想啊 陈青秋只要在这一摆摊 一算卦 少说三千多说五日 这个杀人犯 西京哥 必定能够出来 因为西京哥 一直对陈青秋 有好感 陈青秋 就是引于上钩的诱饵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 这陈青秋在那摆摊 三千 西京哥没动摇 到了五天了 西京哥还没来 陈青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有点动摇了 陈青秋心想 唐三哥想的这个主意虽好 但是这是一厢情愿 你认为他准能出来 你不知道他在哪 你说他在东京变凉城内 你不知道他在哪个方位 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他经常出路 能看得着的地方呢 这就很难说 陈青秋这几天呢 天天算完了卦 不回状元府 这是按照他们那个 计谋规定的步骤走的 他哪呢 住到得胜可奈 好像是陈青秋跟华云平两个人 夫妻伐木了 两个都打架了 用现在的话说 就分手了 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想把这西京哥给引出来 陈青秋想 今天我回到建坊之后 得上状元府去一趟 得问问他三哥 我们这样做 究竟能不能奏效 还应不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 所以到第五天的时候 陈青秋收拾完了挂摊 就回到了殿坊之中 他想上状元府 还没等他去呢 状元府派一人来 谁来了呢 乐宝 看来这个藏起牛跟阮云等人呢 已经估计到陈青秋的想法 乐宝到这之后 就跟陈青秋说 我师父讲了 怕您着急 告诉您呐 您沉住气 明儿个接着还去算卦 再沉四天 估摸着 这杀人犯就会出来了 陈青秋说 如果他一旦出来 我自个儿可抓不住他呀 那西津哥五亿超群 而且飙杂的又出色 乐宝是这个您放心 特定有一个班子 就在您的周围附近 都化妆埋伏 他不出来 浑泽罢了 他要一冲来 动起手来 我们大伙一起都上 您就不用担心这个 您尽管顺您的卦就得了 陈青秋说好吧 所以转过天来 陈青秋继续又来到了 红球之下 在他卦餐后面一坐 这两天呢 别看说这个西津哥没出来 陈青秋在这算卦可算红 东京城里面的老百姓 很多人有个什么难心的事 都到这儿来找这道姑 一来是 他们觉得这道姑算的挺灵 二来呢 觉得这个道姑 长得很漂亮 很端庄 有这么一种魅力 陈青秋真的会算卦吗 真是那么千之五百年后 这五百载吗 这倒不是 陈青秋是学过算卦 当然他学的这个算卦 不是真正的周易八卦 是跟江湖术士学的算卦 算卦 全是真的 就不太明白 真正让人感觉到零 这是半真半假 陈青秋就学的那半真半假 八面读两条节 这个话说出来是圆花的 怎么圆怎么有理 这一套陈青秋都会 由于他掌握了这个要领 掌握了这样的技巧 所以到他这来算卦的人 尽管说那卦不灵了 他都觉得那算卦子说的有道理 不灵有不灵的道理 说陈青秋今天在这一做的功夫 又有十了个人围过来 有的是来算卦子 有的是看算卦子 头一个就过来一个妇女 这妇女坐在这 哎呀 这位道姑啊 您给我算一把 你算了我这儿子这病 什么时候能好啊 哦 你儿子是什么病啊 我儿子 这个病嘛 我刚才说也不算病 不算病啊 他挺浪漫 我这儿子是业游症 哦 业游症 如果要是不重的话 这不需要知啊 嗨 不轻 我的儿子 有的时候晚上起来 满院溜达 溜达完了回来 又躺下睡了 把我们搅和的一宿都睡不着 我们生怕他满院溜达来溜达去的 万一在梦境之中 做出什么事来呀 我们担心呢 那不要紧 您放心 他业游症 不会做出什么越轨的事情来着 可别听了 有几回啊 他半夜起来挑水 挂哪儿挑啊 帮帮水缸挑啊 帮水缸的挑 那不省得白天干活了吗 你可知道他怎么挑啊 啊 他一挑一挑的 把那个水就倒到水缸里了 本来都已经满了 浮样浮样的了 他往那缸上再做一筛子 他还往那筛子里面倒水 那水不就晾到地下了吗 他接着还挑 早晨起来我们一看 他鞋都挑起来了 不是怎么回事啊 他跟他骂着 这哪个王八蛋挑的水 你看他这怎么办 这事多吗 怎么不多呀 刚才差不多就给挑一刚 他挑满了就拉倒还行啊 完了坐着筛子 接着往里倒就谁受得了了 啊 是这样 我给你找个地方 你去求个天 问个补 然后找那个师傅 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一说 那个师傅 就会给你拿出点药来 给他吃了 他就会好的 什么地方呢 你去报国寺吧 报国寺 往哪走啊 你呀从这顺着大街往前走 往前走 往右拐 往右拐 再往左拐 走不多远 就到了报国寺 报国寺里的和尚 非常灵验 陈清秋给这个妇女说这句话 这是一个唐突之词 行官把你吃到和尚那去 和尚一般望外舍药 这要好使不好使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就在他 给他介绍这路线的时候 你往那边拐 往那边拐 他这个手 这么一拐的功夫 陈清秋 我也忠意抬头 发现 就在他挂摊前面 站着这十几个人 人群外边 站着一个白胡子老巢 留的是山羊胡子 正在注目定睛 往里边观看 陈清秋一看这个老头 当时的心里 会激烈了一下 他认识这个 这就是洞房花栋叶 去杀害这三个新娘子的老头 三个新娘子 被他害死俩 对陈清秋也要加害 因为是没能遮守 陈清秋一看他这老头 差一点把这话 给终止不说了 陈清秋介绍完了 这妇女站着 哎呦 那我就谢谢道夫了 那我到那去看看 这妇女一转身走了 陈清秋可没注目 看这个老者 陈清秋把那目光收回来 他心里该合计 是啊 是不是跟他长得相似 还是我盼着 这个化妆的西京哥 尽早的出来 我盼着走的撕了 把谁都当成他了 正在陈清秋心中思索的时候 就看那个老头 有大人去里面就走出来了 那老头你别看 留着沙阳胡子 每一某胡子都是白的 但是步履交界 行动敏捷 几步走到了跟前 就在陈清秋的挂坛 前面一站 大夫 给我算一挂 他这一说话 陈清秋一听的声音 没错 这就是西京哥 但是陈清秋 假装没认出来 哦 老人家 您要算什么呢 我先问问 这位道姑 你会什么呀 啊 大六任 小六任 周一八卦 六瑶 首相 面相 你都会吗 略通一二 您想要怎么看 这样吧 你先给我看看 手相 嗯 他把这手就扇过来 陈清秋 瞧了瞧他这手 哦 您要问什么事 我呀 要打听打听 我什么时候动桃花韵 陈清秋一听 老流氓 什么时候动桃花韵 你多大岁数 啊 让人家 高寿 哎 不大 六十四 您问什么时候动桃花韵 这么说吧 三十年以后 您就动 三十年以后 三十年以后 这时间是不是长了点 不长啊 我给您算个诈 您听听 您六十多岁 我估计您这个体格啊 再过十了年 差不多就该完了 死了之后 您再掏上 到二十来寿的时候 您就动了桃花韵了 哎 你这是算什么话 哦 你算的我是下辈子 动桃花韵 对了 我说就这意思 这辈子是没有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走一会儿 听说这么给我算卦的 桃花韵没有了 你看我还有别的韵吗 有 根据您那个手下 您有一部倒头韵 什么叫倒头韵 倒头韵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 您什么事都不顺利 吃饭就噎着 喝水就呛着 走道就伴着 睡觉就醒了 您心里边办的亏心事了 所以呢 什么事都别扭 我还告诉您 要是那么好 您还有牢狱之灾 是吗 我现在不像你说的这样 我一切过得都非常顺利 我愿意上那就上那 我是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戴好的 要钱有人给 你就挂不灵了 我说的是您下一步 现在你怎么好 厄运即将来临 这个时候就给老头把这手收回来 八太太 您怎么跑这摆八摊了呀 啊 状元府里边吃的是真凶美味 穿的是绫罗绸缎 你怎么又沦落在街头 从事这江湖的事业了 啊 这可真是我费解 怎么着 花金瓶对你变了心了吗 事到如今 陈清秋已经完全明白 站在面前的 这就是你杀人本 吸金歌 但是陈清秋还假装不认识 你是谁 我这是你不认识吗 啊 看面上看不出来 听声音听不出来吗 啊 看长相你不认识 看身况你不认识吗 我不认识 好 想不想认识我 我想认识是你 跟我走一趟 你敢吗 好 上哪 咱们出城 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详细的告诉你 我是谁 好吧 陈清秋心中爱想 果然不出唐三爷的所料 这吸金歌出来了 鱼上钩 这鱼已经上钩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把他抓住 这个是个难题 陈清秋在想啊 小八一动为弟兄告诉我 你们都已经乔装改办 离着我不远 埋伏着呢 现在他要领我走 我要跟他一走 就应该引起你们的注意 你们一个随后就跟住我 倒霉的地方 好把他抓住 陈清秋这事 顾不得想大家究竟在哪埋伏了 马上把这个挂仓一收拾 挂仓底下 放着四季那把弹刀 陈清秋把这把弹刀抽出来 在身背后一背 鞋着把这标囊拿过来 就挂着标囊里面 装着他的迷魂帕 陈清秋心想 到为人的地方 吸金歌 我就用这迷魂帕 往里面前一抖 闻成我的药 你就倒去了 我就把你抓住了 这个陈清秋脑袋里面 就想着这把吸金歌 抓住之后 神魂缩绑 带到灵堂前面 在盖娇娘的灵球前 我怎么把他千都万寡了 陈清秋恨吸金歌 恨得着牙根半只长 他悲斩都跨标能收拾完了 这老头看着陈清秋 微微一点头 好 跟他走 陈清秋看着他 他身背后也背着刀 他累下也跨着标囊 陈清秋自己琢磨着 我自己一个人跟他走 这可有点冒险 但是为了给债九年 爆出学恨 情难搜险 也是知道 陈清秋跟着这老头 就走出了东京汴汉城 陈清秋一看哪个方向 是本西元方向 在西元附近有一片密树林 这老头在树林的外边停足站地一回头 赶进这树林子吗 陈清秋是你投下来路 老头偷偷走进树林子 陈清秋随后也跟着来了 你们在树林子里面相对一战 陈清秋秋我问你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哈哈哈哈 就跟这老头一伸手 呗呗呗呗 胡子也拽下来了 眉毛也拽下来了 露出来他的本相 陈清秋一看 正是旧日的仇人 今天的罪头 西星哥 陈清秋一看 西星哥那真是弄成 心臭极恶性 掌尖声 探肺膨 呱呱呱呱 这个战斗就冲出来 你是西星哥 对 陈清秋 我把你领到树林子里边 想着跟你再续续 咱们旧日的情缘 陈清秋说 要续续旧日情缘 好 我今天就跟你续 战斗 追追追追追 一年就是 几刀 在西元旁树林中 西星哥向陈清秋 露出来自己的本来面目 胡子也摘了 眉毛也掉了 陈清秋一看着 西星哥站在自己的面前 他就气不大一出来 他不是别的 以往对西星哥 如果说憎恨的话 那只能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么今天对西星哥的憎恨 那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二 怎么是这样 他把盖娇娘给害死 盖娇娘是陈清秋最好的旁边 陈清秋 败的刀就不 插插插插插插 外面还没等把话说透 怎么就拿刀剁我呀 西星哥 我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 怎么没有好说的 清秋 说实在的 自从当初 你一上苍军山 我跟你一见面 咱们俩是一见同缘的 人和人之间 难得有这么一个缘分 我就觉得见了你之后 天下的女人在我的面前 都黯然失措 俗话说 曾经沙海南没水 除去乌山 不是云 你就是乌山的云 沙海的水 见到你 我再也不想娶别人 所以知道今天 我对你 还有这么一份情怀 为什么今天我把你领到这儿来 我就是为了让你到这儿来 咱们两个再叙叙旧 清秋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盯着你 大概是 你看不着我 我背地里 可在监看着你的行动 你从状元府里边出来了 你在状元府里边出来 是不是花云平 跟你分了手了 啊 当初你就不应该嫁给花云平 你这叫一时租成前五位 姓花的 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 人家是官宦对家 状元府的那帮人 那都走仕途换路了 你是路灵处神 你哥们是陈鹏 还跟我们在会儿打昏昏呢 啊 人家对你 能够同心合力吗 对你 总是另眼相开 结果怎么样 这会让你给赶出来了吧 流落街头又摆挂坑了吧 可惜了你的小模样 可惜了你的小身体 你在那整天摆挂摊算卦 千人瞅万人看 我在旁边瞅着我都知错 就像你这儿的美人 只能金属苍销把你藏下来 不能让别人看见 要让人看 只能让我一人看 可惜你在那抛头露面 这道算卦 我心里面不老人哪 所以今天我把你找到这儿来 跟你商量商量 嫁给我吧 嗯 嫁给我之后 我也能让你吃不进真凶美味 穿不进凌罗绸缎 知道我现在干什么 我投靠在蔡京太师爷的手下 要钱有钱 要物有 要什么有什么 你知道我在哪住吗 看见没有 那边是西园 我就在西园那里边的 余悦园里边住 我住那房子 比小八戏的状元 抚强得多 清晓 跟我走吧 哈 我知道 你恨我 因为我独扯了盖小娘 杀死了刘秀香 不过 他们两个该死 刘秀香 是阮英的媳妇 阮英是我的仇人 盖小娘 他背叛了他的父亲 他没有良心 应该受到惩复 看人了 你跟别人入洞房 我到底不也想把你杀死 当时出于我心中的渡火难分 行啊 现在你跟花元平分手了 我就不恨你了 啊 跟我走吧 陈清秋一听 他已经承认 毒死了盖小娘 杀死刘秀香 陈清秋更确认 他去杀人 本身我的仇人无疑了 好吧 你让我跟你走 行 你把你的脑袋给我留下 看刀 臭 说不说你把那刀笨到前面就扎过来 这刀往前也扎 就看西清这把那刀往前也扎 这刀你扎得下 我喜欢你 有这么流氓的吗 一边打了仗 在底下还说话呢 陈清秋一听 他说这话 更生气了 什么也用一刀 两个打 就在树林子里面打 打着打着一分眼就打了二十六个灰猴 陈清秋心想 照这么打起来 我不能把他生心惑作呀 陈清秋心里在何气呀 乐网跟我说 小八一众微电行刀在暗地里化妆保护着我 他把我领的事来了 你们不能看不着啊 保护我的这些人到哪去了 怎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们不出现呢 如果你们不出现的话 打长老 万一我再败给他的手下 这事情可就不可设想了 陈清秋想 我呀 得用我的迷魂怕 用我的迷魂怕一走 让他闻上 晕到这儿 这就好办了 所以陈清秋跟他打着打着 突然啪 曲点一刀 陌生 往他一撤步 他这一撤步的时候 七经根 摆一刀就飞 他往他一根了 陈清秋一撤步 这手 就把这迷魂怕 蹬出来 他把这迷魂怕 蹬出来 还得找到这上层头 你们这在野外打仗 这个迷魂怕一走 里边出一股药面 这个药面必须在上层头一走 吹奔他 他闻上 才能生效 所以他找好这上层头 迷魂怕 蹬出来 他踢了一转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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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一抖手 这迷魂怕出来 可惜一抖这迷魂怕 就看那西经和汉进 八从一个营里翻的针子 扔 放这边 放这一跳 嗨 陈青秋 别给我来这了 我知道 你想用那迷魂怕 让我闻上那个药面 迷魂了 然后你把我捆走 没门 陈青秋 你会什么 我都知道 在我这儿 全部领里 全都 喝手又是摇 陈青秋 回过身来 又跟西经和打分析 两人 又打了二十多个回头 这回陈青秋 心里边多少的 他有点紧张 怎么呢 陈青秋觉得有点累 西经和 刀发领域 一刀快死一刀 一刀紧死一刀 一边打他 嘴里面还不闲着 不断地说一些 个下流话 他为什么要这样 这是西经之的战术 心想我说这些话 让你陈青秋 听着之后生气 你一生气 就心虚烦乱 心虚一烦乱 你就刀发就乱 刀发一乱 略有破绽 我就心能把你给抓住 所以他这么两个人 打在当中的时候 陈青秋心里 合起你们怎么还不来 就在这个工夫 尤打这树林的里面 最高的一棵树上 掉起一根棍来 这是一根亮银棍 这棍有打什么 正好就除到西经哥和陈青秋 两个人的当下 登 立正 这个亮银棍 从前哪下 是陈青秋和西经哥 两个人同时围近一兴 下一次的两个人 同时把武艺撤破 西经哥也那么 啊 心想 这怎么天上下棍呢 紧跟着 有打最高的那棵树上 一分 蹦 蹦 平人 哈哈 二位 歇会儿 打那么半天不累吗 西经哥定心一看 楼打上边蹦起了这个人 哎哟 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十七八岁 白净净 细肉皮 那么一张脸 两道漆黑的眉毛 一双眼睛 不算太大 但是这个眼睛有个特点 一笑 像两个小月牙一样 古兵灵 宝嘴唇 是圆宝嘴 嘴角朝上 你瞧那个意思啊 在他一笑的时候 两个月牙眼 一个圆宝嘴 心疼满脸的喜削 就算不笑 平常你看着他 也是在乐 还有个特点 这嘴巴的两边 一边一个酒窝 这男的张酒窝 可是有点女气 不过长在这个小伙子的脸上 看着还不失阳刚之美 哎呀 这个人就是属于那种内向的人 谁看谁喜欢 一看就有人缘 据说呀 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种生物电 这个生物电 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 影响着周围的人群 有的人发的那个电磁波 跟周围的人群一发就对话 而且有影响 这样的人 就是属于谁看谁责任那种人 还有的人呢 电磁波比较弱 他那个电磁波出来 对别人没有感应 这样的人 就属于别人看见像没看见一样 那样的人 平平常常 还有的人发出那个电磁波 跟别人都两路 他又发出了之后 别人心里就觉得难受 所以看着他就别扭 这个小伙子 可能身上带着的生物电 电磁波 就是那种第一种 谁看谁喜欢 小伙子下来之后 一手手不得亮音 拿到手里 看看吸睛光 这小小伙子 我问你 你是干什么的 吸睛光 手在哪里走 你管不着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我师父的徒弟 哎呀 你这个小子 我看岁数也不小了 啊 刚才我在这树上睡觉 我就听见底下 一个就是说话 光听你说 我听了半天 没有一句人话 啊 你当这个女子 怎么满嘴 乌言会语啊 啊 你家也有姐和妹 你家也有老和小 说出这些话来 你不怕损您丧折吗 如果要不是那样的话 我看你就是 使个王专抗纵 有点昏天的黑地 来着草驴 叫妈 你是诚心 往这畜生堆里扎 可以啊 吸睛光一气 哈瞎子 他嘴够损呢 把我骂得好苦 我告诉你 你太猫 胃腿如臭 为跟你敢教训我 别说 我要给你点厉害尝尝 是吗 如果你要有点厉害 给我尝尝 那我求之不得呢 这个女子 我看被你杀的 有点精疲力尽 让她先歇会儿 我陪你两趟 两斤不抗 快 吸睛而心想 这看来半道 除了这么一个拉横车的 我问她姓名才也不报 我也不用问了 吸睛哥是我 干脆要 她的面 就在旁边 就躲下来 刀往下这一躲 就看那小伙子 我搬搬去 这两银棍 再出一颗她的刀 这两个棍子 一刷 横着就过 吸睛哥一走身 就顾住她的棍子 啪 笨腿又撒过来了 这条亮银棍摆着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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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花纷纷 光芒四射 这条亮银棍 表皮是斗力一层紧 所以就转起来的时候 弄黄眼睛 吸睛哥跟那个小伙子 打到十五六个回合 就跟那小伙子 亮银棍一摆 让我吸睛哥的先用 啪一点 这一点的功夫 小伙子一拉 这棍子 赤子不往下就走 吸睛哥的这个功夫 他想要给他一镖 吸睛哥的左手镖打得好 他看他棒起 一撤里面 这有大镖囊 你不是 先出把镖就弄出一只 啪 走一手这一镖 奔着小伙子打来 这小伙子的棍子 拉着正好 往前一退 这镖奔着一来 可就在这一瞬间 小伙子突然一转身 这一棍就砸起来 翻身一棍 这也不要躲开了 这一棍正砸到 吸睛哥手里那刀 背上 这刀掉地下 刀一掉地上 小伙子一摔这棍 想要打着吸睛哥 吸睛哥毕竟是吸睛哥 那是武林中的刀手 一看这刀掉地下 他拿酒一勾这刀的 护手盆 啪 刀就踢下来 接刀再吵一会儿 真 跑了 吸睛哥现在明白 这小子别看他十七八岁 武艺比我高 我不能再次酒练 吸睛哥刚那么一跑 通风 小八一的弟兄也来了 远鹰 藏铁牛 石长青 华英亭 习文彪 宇智肖 孔生等人 全闹 他们怎么这时候才来 咱们说 乐宝给给陈清秋送信 是说大伙都化好了妆 暗地里 看着陈清秋 一旦有了意外 大伙一起唱 可是由于这几天 什么动静都没有 大家也有点松懈斗志 他们这些人的化妆 不能离陈清秋太近 他们在第二线 第一线上化妆的 都是那状元府里的家庭 他们得等着家庭给他们送信 然后才能行动 可偏偏就是状元府里边这几个家庭 今天有点散神了 他们转悠来转悠去 忽然 发现陈清秋 没了 其中只有一个家庭 知道陈清秋 跟着一个人走了 说奔着膝盖走 这才到小八业 中国弟兄们去送信 这么一送信就耽误了时间 当小八业 中国弟兄 一到这儿的功夫 这儿 接近哥已经跑了 接近哥跑了 这个拿棍的小伙子也没追 把这棍 单手一提 好了 算是给你个教训 下回再见了 我就不能轻饶你 这个功夫 陈清秋 一报万 壮事 我谢谢你 大姐 不用客气 怒见不平 拔刀相助 这是江湖上的人应该做的 这种小拔异弟兄 全都来到了之后 跟陈清秋一见面 清秋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多亏这位壮士 堂天牛在旁边一看 嘿嘿嘿嘿 哎呦 这小伙子 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我得问问你 你贵姓高明啊 小伙子一听 这小眼睛一迷风 嘿嘿 问我贵姓高明的不忙 得等我到你们状元府里边 我才能跟你们说 我不是在书上 不会想起来 我会儿ите 你贵姓高明的不眠 你帮姓高明的不眠